隐身在一栋老房子的明记叉烧 其实并没有挂上任何显眼的招牌 只是在摊子的玻璃柜镜面 粘上明记叉烧的字样 可是却依旧吸引了八方食客 远道而来 品尝其独门叉烧 所以每每到了午餐时间 店里店外必定高棚满座 好不热闹 你是从哪里来的 我从苏邦 苏邦远道而来 这样 有没有后悔 没有… 这么远来都要去吃茶坊 你们很远来的 我很远来 对,我公司也挺远的 每天旅程都吃 每次都是很多人来吃的 我来到等位 我排队很多人,排队的人 来到很多人 在外面等 为什么 没有地方坐 闻得玩 闻得玩,就在那边等 好吃得不得了 可以说是全马来西亚最好想叉烧 这种真是叉烧 我闻得很多人都知道 是的,叉烧最漂亮 来,叉烧来了 是 有这支广东花讲什么呢 什么 生求叉烧也比生理好 但是我身边这位老板 天天都在生叉烧 最高一天可以生多少叉烧 380条左右 以前… 现在就没那么多了 现在几条 百多条左右 看不出你那么好生样 我两点搬来 我儿子的洞中也是清光 两点多两点,卖光了 有时几次都来不到 一点多两点就没了 其实我听很多食客说 生得多少都不够吃 很多时候来这里吃 都不错了,卖光了 但是我的客人来吃 多数要叉烧 多数要叉烧 但是一般上几点来这里就卖光了 一点多、两点多都没了 一点钟前就一定到的了 试过一点半来都没了 通常我已经很早了 你大概是12点就到了 我早点来就不用排 你吃一会儿早点来吃 晚点就没了 你迟些来都卖光了 那为什么你不需要多一点 这么多人喜欢吃 因为做不到 最少来说,没有时间做 为了应付蜂拥而至的顾客 店家还必须要把摊子一分为二 一个摊子专门招待内用的食客 而另一个摊子则提供外带服务 两、三年前 现在变成两档 它的运动速度会快一点 它这个是要变成的 那档是买出饼的、打包的 一档做不来 因为如果是出名的话 如果是说等一档 一定会等到很多人 所以还会开两档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一叠的叉烧 这一叠的叉烧 听你时刻讲,不便宜的对不对 对,十块钱一叠 十块钱一叠 是贵了一点点 你不要买一个 拜访,要买一个 你是因为生意很好 所以你坐地起价对不对 不是 怎么说 因为现在的猪肉一直吃价 平时我又用这个五花郎 五花肉 五花肉是算比较贵的对不对 是,一条猪里面最贵的 猪是一条来算的对不对 对 那鱼是一只 对 八个钱单吃 单吃 我有说是很新鲜 跟其他的外面卖的比较不同 因为它这边比较新鲜 原来我们的老板 每一次把这个五花肉买回来之后 还要自己处理的 你到底是怎么处理 这个比较肥一点的 切一点点出去 这些比较肥的就把它给切除 切一点点 切一点点也不要太多对不对 对 可是你买了那个所谓的五花肉 就是有肥有瘦的回来之后 对 又把那些肥的把它切除 那为什么你不要索性 就买那些瘦肉就好了 你还买五花肉 因为那个肉比较硬一点 比较没那么好吃 烧出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 用心良苦 他又希望说是五花肉那种质感 五花肉就比较嫩一点点 对 不会太干憋憋的 对不对 但是买回来之后 他又担心说 时刻吃了 太油腻 对不对 如果太肥的话 对 所以就把这个肥的地方给切除 切一点点 店家认为选肉和切肉同样关键 切法影响肉质纹理和厚薄程度 直接决定了每一块叉烧的口感与嚼劲 所以他坚持轻力轻微 丝毫也不敢掉以轻心 这个拉过去 这边手动这样 这样给它拆开一点点 所以前后这样怎么切都有道理的 对 这个你看我切的东东差不多一样的 你看 真的 差不多一样的 大小厚度厚薄全部大概一样的 对 你是有凉过的 对不对 没有 没有凉过 那你怎么做到 这个 这个自己的心里 有做梦 你都会切肉了 对不对 我喜欢吃个本肥烧 有肥 有瘦 外面的陈皮 肥 烧 集中在那里 本肥烧 刚好 本肥烧 味道浓一点 香一点 美味 制作叉烧酱的调味料 包括白糖 盐 味精 黑酱油和酱油等等 店家会连同处理过的五花肉 搅拌均匀 然后腌制长达一个小时 才开始准备穿肉 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这些 腌制好的五花肉串上去 对 可是我们老板讲 穿上去也有规矩 对 老板 什么规矩 要一边肥 一边瘦 为什么还要这样 这个它肥的 靠在火那边 比较容易把那些肥的油逼出来 逼出来 然后旁边那个瘦的那边 就吸它的肥油 不是 那个瘦的因为很容易烧到 很容易很快熟 所以把那块肥的靠在它旁边 就没有那么快就烧到干干了 对 好办法 那其实我们一直以来都在讲说 叉烧 叉烧 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说叉烧 为什么叫叉烧 因为它是叉着来烧的 可能是叫叉烧吧 叉着来烧 拿着叉 对吗 然后转转转 拿着等它烧 因为它拿叉盖着肉来烧 这个不是叉 这个就是叉 叉了这个肉放进去烧 就是叫叉烧 所以把肉串上去叉那边 放进火那边烧就叫叉烧 对 但是老板你知道吗 原本这个叉烧其实不叫叉烧的 叫什么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叫叉烧 叉烧 老板一定听到你头部谁 对不对 对 其实所谓的叉烧就是这个叉的叉 但是原本这个叉烧是叫 叉进去的叉烧 对 为什么会叫叉烧呢 是因为以前的人在烧整只猪的时候 他们是把一些的肉 因为不要浪费把它叉进去 那个猪的肚子里头去烧 对 猪的肚子里头 因为你烧的时候有油出来 所以那个肉放进里头去烧的话 整个味道就很好了 但是你这样子烧的话 烧不多 对不对 那个肚子里头也很小而已 你能够塞几块肉进去 对不对 对 所以就有人想到说 不如我就拿这个叉子 拿来叉这个肉 拿去烧 所以后来才由叉烧取代了以前的叉烧 在改为直接用叉烧烤之后 以前的人又担心会把肉烧得过分地干枯 于是就想到选用半肥瘦肉 并在表面涂抹糖 让烧烤过程中分解出来的油脂和糖浆 缓解火势 使到最终出炉的叉烧不至于太干太柴 而如今较为讲究的店家 更会在穿叉烧的时候 以肥肉对瘦肉的方式并肩穿叉 好了 这边三十条 一条不多 一条不少 对 真的是三十条 而且在那么短短的一个叉子里头 竟然能够插到三十条 我来拿拿看 很重 很重 真的 这个不是夸张 这个很重 老板你怎么拿的 对 习惯了 这个真的很重 对 好像抱起整只猪这样 没有那么夸张 在短短的烤叉穿上三十块叉烧之后 店家随即把一串一串的叉烧 吊在传统炭炉内烧烤 你可以看到这边 整个地方的烟熏火疗已经熏内了 你就知道我们老板 其实二十多年来 都依旧是使用着这个炭火 对 现在基本上大部分人都在用煤气炉了 你为什么还这样一成不变 还用着炭火 因为这个炭火是古老式的 比较香一点 有一种古早味传火的味道 对 而且大家你的顾客都吃惯了 对不对 对 可是这个炭火我们知道是阴阳火 所谓阴阳火就是说有时候强 有时候弱 你没有办法控制得不像煤气炉 你要开大就开大 开小就开小 对 所以你要控制火候就很重要 对不对 对 对对 对 对